这是一个客厅 这是它开灯之后的效果 但这个灯光似乎没什么意思 我们试着做一下灯光设计 好的灯光设计是可以调节家的氛围的 例如你想放松一下 就可以多开启较低位置的灯光 营造出温馨放松的环境 想看场电影 就可以把家变成影院 想和他搞搞气氛 就可以营造浪漫的氛围 约朋友来家里开看party 就需要更加活跃的场景 其实好的灯光设计 和有没有装饰主灯没有关系 而是要应用全景光设计的法则 针对人的活动和空间的功能设计灯光效果 而全景光设计的基本效果包括 满足视觉需求 营造整体环境 打造视觉焦点 创造符合生理极率的光 和能增强气氛 愉悦感受的滑彩光 遵循全景光的设计法则 就能做出很好的灯光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